新道法师与水陆法会的渊源 起源于他孩童时期 亲眼目睹了战争的遗骸 感觉到生命无常 出家后在宜兰荒种间苦修 因此更加体会到幽民众生的苦 其实是超越了世间一切之苦 因此新道法师发下了悲心宏愿 一定要拔除他们的苦 并且接引他们修习佛法 每年都以最丰富的普渡大斋为桥梁 举办于茄宴口 让食量大却猴戏如真的恶鬼道众生 皆能得度 包括没有异归的灵世王魂 都能来到这神圣空间听闻佛法 归依诸佛菩萨 转世成智 灵鹫山从1994年 开办第一场水陆法会至今 新道法师不仅依循古理 并要求灵鹫山法师 加送四百多部经典 在水陆法会起见前 先举办五场先修法会 让功德主在一整年中谦卑离颤 洗尽一年的障碍 所有殊胜功德普接回向 让名养两界的众生都能先行获利 新道法师说我们来水陆法会是转换生命 就在这八天七夜当中去转换身口意的清静 必须从戒定会开始做 戒 守生活规矩 定 调伏自己的心 然后专心送持水陆仪轨 会 思维水陆法会是什么 因为 仪轨里面充满记忆解码的智慧 思维水陆法会仪轨内容 好好反省理解 才能解除我们内心的贪嗔痴 让起心动念皆吉祥 临旧山秉承严谨古法 普渡大斋法界圣凡一切缘 就是要把悲愿扩大到无限 与有情众生结善缘 对往生的众生做超度 佛教界仪式最隆重 功德最殊胜的法会 集合全球四众弟子共修的和平力量 在临旧山水陆空大法会持续发扬 生命服务生命 生命奉献生命 生命觉悟生命的具体光芒